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说 虽然很有可能 但传出去不好听 我们小林和赛南肯定没问题 可惜啊 我们周慧不在了 我们飞飞在 有用吗 倒数第一 肯定没戏 也不能这么说 每个人啊 都告诉你们的职工 认真看 认真填写 一定要实事求是 绝不能弄许多佳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 我们开会 李主任 爹妹来了 我给你打点水喝啊 不用 不用转 我不渴 是 您别忙了 怎么着 听得信了 吊寒来了 我告诉你啊 这回啊 到机关工作了 好好干 大有前途 行 你看这个店航啊 我都签好字了 找你那工长再签个字 就可以包到去了 好 谢谢主任 别客气了 都是一家人了 对了 想让那个周老弟啊 好好请我一顿 一定一定的 您放心 行 那我先撤了啊 谢谢主任 喝点水啊 不用了 我着急 唐工长 今儿肚子不疼了 那个 我吊寒来了 您帮我签个字呗 什么吊寒 我叫厂部当打字员了 你会打字吗 会啊 我电脑班是毕业了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啊 吕副主任都签字了 哎 这好像是应该 我签字 她后签啊 我路上碰到她 就让她身手给签了 这 这不符合程序啊 哎呀 工长 那不都一样嘛 您就帮我签了吧 这样吧 你先回 我们商量上再说 你要不给我签 我就在这儿待着 来 工长 你还真走啊 来 唐工长 喝点水 好 谢谢 我跟你说啊 这个沈飞飞这个事啊 已经是板上并定了 我都签了字了 你就别较真了 赶紧签了就完了 我签不签管什么用啊 我知道您怎么想的 这明明心里不同意 所以假装签个字 让我再签 把资源推给我 我说你这个人 不带这样的啊 我说您说话 都得反着听 是吧 我必须这么听 才能深刻领会 领导的意图 是吧 你瞧你多大本事 我怎么想的 您怎么能知道 我这么信念跟您 我还不知道您 你还知道吗 我坐您的位置上 马上我就知道您 把真实话说出来 你信吗 我还就不信了 我坐下 我坐下 不会触怒龙尊吧 对对对 龙尊 我看看 这个小唐啊 唐工长 唐工长 不能老用过去的眼光 看现在的眼 这个 你知道我现在是郑主任了 郑主任跟副主任啊 有很大的区别 他是一把手是吧 同意 既然是一把手呢 我的说话做事 必须得代表我这个一把的水平 没错 没错 这次我们向厂部推荐人才 就代表我们整个车间 乃至我的能力和水平 你怎么能随便推荐呢 是吧 我签个字 那只是一种象征 你得替我把关 是吧 沈飞飞她怎么能推荐呢 次次测评倒数第一 你倒数第二我都不反对 她第一 是吧 你技术差点也可以理解 问题是你做人得厚道 是吧 说瞎话比说实话还利涂呢 没错 这样人才能推荐吗 所以我就是假装签个字 你必须不同意 那才是我真正的同意 没错 吕主任 您说的是有道理 可是沈飞飞人家是 有证书 唐喜啊 你这辈子就输在证书上 什么年代才证书呢 那证书满大街都是 想买吗 大转大门 硕士博士 博士后二十 我跟你说啊 你俩想办个院士三十 你给我五十 我给你办去 我捞二十 你哪能做乱七八糟的 起来起来 起来 我随一遍 你还坐上瘾了 你还还能办个院士 我告诉你 我该怎么说 沈飞飞这事 人家调令都下来了 就办就完了 吕主任 您让我签字 我就得对您负责 您得对厂里负责 咱们向厂部推荐的是人才 不是匹柴 您去见沈飞飞 再把厂部点着喽 您是第一责任 潘子 我不签 何主任啊 您说有唐喜这样的没有 怎么办 怎么了 唐喜不给我签字 没道理啊 为什么不签 都不知道 她就不给我签字 你找你姐夫想想爸爸呗 我在车间 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杀鸡还用宰牛刀吗 用不着麻烦我姐夫 我自己就搞定了 你呀 你怎么搞啊 饿搞啊 我完蛋了 行行行行 你别哭了 你哭得我怪心疼的 我叫饿搞啊 行行行 咱吃饭去好吗 吃饭去 吃饭去 一边吃咱一边想办法 行 走走 上车 就喜欢你这风劲 姐姐 你别到啊 我这儿找零钱呢 找零钱呢 回头找时候给你买好吃的 买糖葫芦 怎么了 走 想出去晒晒一下是吧 好好好 行行行 好嘞 走 陪你去啊 谁呀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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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来看看你吧 你怎么样了 就是 凑我活着呗 活一天是一天 别凑我活着呀 这一天比一天过得要好才行呢 哎 您这话倒对 不是有那么句话怎么说来的 就说这个人吧 活着的最后一天呢 就是死了以后的第一天 活着的最后一天 是死了的第一天 那就是有精门棉呗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要我我我推你出去晒晒他呀 得嘞 您收嘞 我我我推你 您收嘞啊 行了 得嘞 一会儿你们再聊 好啊 真不好意思啊这是 白发人推黑发人哪 我跟您说下说啊 您那回头也劝劝我妈 您别让他见着人家那 啊啊啊的那瞎嚷嚷 找人讨厌 他本来就说不出话来的 你再不叫他啊啊 让他不憋死了 话说不出来 也得注意形象 那跟您啊啊就行了 这么大岁数 还注意什么形象 哎呀您这烧嘞您跟他说说啊 怎么着呀 你怎么样啊 好是不好啊 我呀 好些日子 妹妹到你这儿来了 我们家来个女孩子 嗯 长得那还行 也挺有眼泪见的 那嘉琳呢 喜欢上他了 还真动得心了 本应该呢这是挺高兴的事啊 我 我这高兴不起来 说呀 这里边啊 有一个秘密 嗯 我本想不跟别人说的 反正你现在也这样 张不开嘴了 我就跟你叨叨叨叨叨啊 嗯 那那女孩子啊 她现在不是大姑娘了 你知道吧 她被一坏小子给祸害了 打了肚子了 完做流产了 嗯 你说咱们嘉琳 那不管咱们是个同胆子啊 你说找这么一个 让江湖四林知道了 你说那 那人不笑话咱们吧 是吧 我这人又是好面子的人 所以呢 我就这事啊 我现在挺为难的 我跟谁我也没说 哎呀 我那想来想去呢 我还是把那姑娘给送走了 临走的时候呢 她给我壳里头鬼 叫了我一声爷 我心里就更不是自分了 那北京来人儿媳妇叫成爸的 结果你叫了爷子 哎呀 我也不知道嘉琳呢 那以后怎么办 我这跟你说说 我这心里痛快 跟别人没法说呀 你说是吧 你你你你心里有秘密是吧 是不是有吧 还说不出来 你这个人你比我还苦 那那那那怎么办呢 说不来呢 什么呢是 拿拿那哈 我行 我去拿 我去看 拿进去照着 还照着 哦 不是还 咱们这化妆品 还化妆 这个 对了吧 好 这个要写字是吧 来来来来来 写写写写写 写写写 这这笔也拿 拿不住了 这咋办呢 那这么着办 行行 这么着啊 这这个我问你 对吧 我要说对了那那你叫 啊一声 我要说的不对 你叫啊啊两声 对啊一声 对了 对了啊 就这这一声对了啊 哎呀 我讲了什么呀 对了啊 啊 也不对 啊 对不对 那个吃饭 啊 吃饭也不对 那有 你 啊 啊 不对 我 哎呀你啊 那个 赖鸡鸡 啊 啊啊 啊 这对了 来叽叽 蹦钩 啊 啊 你啊啊两声啊一声 蹦钩 啊 不对啊 啊 蹦钩不对 来 来 来叽叽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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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了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凡是赖鸡鸡 走 嗯 嗯 对了 嗯 走对了 嗯 累积积走 啊 啊 啊 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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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 西哥 你这节道呢你的啊 我这是护驾 怎么着 今天晚上啊 到我们家喝两粥去吧 我让我媳妇露一首 跟你来两好菜 我还得回家陪我媳妇呢啊 不是 我找你有事 你能不能没事的时候请我一回 不是 真有事 哎 听说这转正名额下来了 你觉得蹲儿有戏吗 人家可是复古工商 你啊 听风就是雨 不是 这现在满世界正统计学历什么了 你妈的头头 这就是风 那转正名额下来就是雨 我懂 这个蹲儿啊 跟你说句心里话 他能转成正式的临时工 已经很不错了 正式的临时工 合着人家现在是临时的临时工 都是这事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再想想办法 这可是你说的 回家陪媳妇 我没跟我陪你 那他还来劲了 咱爸今天过来了 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当我看得出来 他惨佳琳了 佳琳那事 他有些心灰意转了 没有 其实我真是为咱家好 你啊 爸 我们体育老师夸你了 我不认识你们体育老师 老师说你管了二百多人 还说你有权有势有志向 对 连她都知道啊 看得太准了 为什么我管二百多人 你妈被二百多人管啊 这就是志向 去 我管你一个人就行了 对 勤贼先勤王 这就叫男人管工厂 女人管工厂 爸 我们体育老师说了 我们学校那个乒乓球案子坏了 如果你找几个工人修修 修好了 我的两道杠就回来了 这不是你全谋私吗 我找我们厂的工人 帮你们学校修冰化球案子 修好之后给我儿子恢复两道杠 我能这么做吗 再说你们学校怎么看啊 我这不等于变相地给你们学校行贿吗 儿子啊 像这种事永远不能做 那两道杠还要不要了 要 但得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知道了 我不要了 请进 唐公长 您还认识我吗 没记错的话 你是沈菲菲的表哥 不 我是何春林的小舅子 嫂子吧 真笑了 这是我给您准备的化妆型 进口的 等会儿等会儿 你们先拿着 上远 你们先进屋 这我老婆呀 进口的过敏 我产得不适应 太好了 这是合资的 等等 这是菲菲的调函 麻烦您给签个字 我白天呀 已经跟菲菲说得非常清楚了 这个不能签 我是何春林的亲小舅子 正是因为这个关系 我才不签 常理让我们推荐最优秀的人才 我不说菲菲不优秀 但是她来的时间太短 还得再历练历练 万一我们推荐错了 这是点小意思 不着急啊 签好了再给我 你呀 你拿走 这我不能拿你 你拿走 你拿走 我跟你说 你就是拿走 我都不见得批 你要不拿走 我绝对不批 不是 这不合适啊 别说了 你自己选择 拿走 康总长 你 你先回去吧 那这是 回去 不许回头 回去 问何主任好 他可是何主任小舅子 他就是何主任大舅子 我都得坚持原则 没签啊 忘了 怎么没签呢 你不是说你能搞定吗 你不是说你自己要恶搞呢 你恶搞我呢吧你 给脸不要脸 你说谁呢 说她呢 你才给脸不要脸 菲菲 请我给你解释 我告诉你 要不是你这次非要来 我才不能丢这么大人呢 我自己去欠揍病枪 你别着急啊 你为什么不找夹我 我回去找我姐夫去 我让我姐夫跟你想办法行不行 我才不丢你的 我求你了 你别着急 这谁 你们怎么都这样 别别别 别别别 你给我说啊 我姐夫 你别说啊 你是不是 我问不什么 你吗 你怎么做啊 来 来 这是面糊 真有面糊 你可别开疯呢 你怕什么这呀 你怕什么 人家给你的 你什么给我呀 这 你就用 你干吗 你说你可真是的 这不是天生雕馅饼的好事吗 我在院里坐着呢 过来一大美妞 啪就扎我怀里了 把这面膜就给我了 你说你干吗给扔了我 你就不浪费东西吗你 真是的 这你写的 我没写 要不是你写的 难道是妈写的 咱妈写的两字嘛 想起来了 那个张云她爸写的 写的什么呀 赖积极走了 我看看 你说啊 这不是伤我啊就是 这不是说爸 跟你妈想的一样 师傅 您是唐逗逗她爸派来的吧 嗯 哎呀 这活不错啊 这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您忙活着 我跟她们七杯茶去 来 豆豆 来 我跟你说啊 你这任务完成得不错 你这两道杠啊 算是有着落了 待会儿啊 让这师傅把这破桌子破椅 再给修理修理 这三道杠都有希望 真的 老实还能骗你吗 去吧 爸 让您受这么大累 我心里挺难受的 哎 爸 你在吧 那些破桌子破椅子 我修好了 我连三道杠都有希望了 你说我那三道杠还要吗 你说呢 要 把我去玩儿了 来 来 来 差不多就行了啊 回去吧 你哄我走是吧 我不是你 你走 那老爷子一个人在家 你也放心啊 老爷子 老爷子比我还硬了 我听三姐说 你认识一女孩儿叫周慧是吧 看不出来啊 你张嘉琳 还能这么在意一女孩子啊 在意 那是我梦中情人 梦中情人 梦中情人 一个连梦都没有的人 他都会有梦中情人 你梦中情人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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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真的呢 不是想哄我早直说 谁哄你走他真来了 你自己瞧瞧 夏琳哥 周慧 周慧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休息 听干娘说你在这儿呢 我就找来了 你干娘 谁是你干娘啊 张云干娘啊 我认唐工长当干爹了 这回啊 他得管你家儿说 你去 不是 周慧 嘉琳哥 我今天来 没有别的事 就是想跟你说 你快点回家吧 你出来都是因为我 你要是不回家 我得内疚一辈子 这姑娘真懂事 嘉琳 听人家的 赶紧回家去 不是 你出去一下就行吗 我出去干嘛去 我这刚来的片子 还没审呢我 周慧咱们走 咱们出去 过来 嘉琳哥 不是 你 嘉琳哥 我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也知道 你们一家人都对我好 可要是因为我 你们一家人不好了 你说我这心里能好受吗 不是 他们 他们都反对我跟你 我 嘉琳哥 咱们两个本来就不可能在一起 干爹说了 我的男朋友 得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行了 你也别说了 我看出来了 不是 你这干爹 钱也不多 头发也不多 就这话多 我觉得我干爹说得对 我现在年纪还小 不想谈恋爱 等以后有本事了再说吧 嘉琳哥 你快回家吧 干爹爹想你了 你给我的书 我让干娘给你烧回去了 那个 书 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来 周慧 走不走啊 别陷了 都说了 说了 这嘉琳啊 就得敲打敲打的 快走吧 踏实了吗 踏实了吗 刚才人家叫你什么来着 叫你书 不是 他管我叫什么 叫你书 不是我是发现了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你们都看不起我 不是想我没本是吗 谁看不起你了 张嘉琳 你仔细看看你自己干的那些事 天天跟我们说 哎哟 谈贸易 谈贸易 你都谈成哪件贸易了 我听听 你还不如实实在在谈点棉花呢 不是 你 你 你甭说我啊 就你 你放点烂码西红的片子 你不小点 那也比你强了 我没靠借钱过日子 你这可好 仗着有几个好姐姐 还有好爹 天天全家是救活你 哪天算一战呢 我问你 这周会好吗 好 好啊 能跟你吗 怎么跟你过呀 天天借钱过日子 你不先丢人人 你还先丢人呢 行 你也别说了 不是 你就 你不是就嫌我在你这吃干饭了吗 哎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哎 我说你哪儿去啊 安排我去 哎 你这干嘛呢 我说我找那条啊 我急着放开小铁了 压在这儿了 找情报呢 哪儿呢 什么东西 就是一正常 一白纸条正宽 上面写着 赖唧唧走了 那您写的啊 我写的 你 你知道啊 什么条啊 不是 你 你知道我写的 那不是您说的 您写的吧 我说您这么大岁数 您可有点缺德啊 我这身体不好 您写一赖唧唧走了 我写张叔叔走了 你高兴吗 不 不 不是说我写你走了 我就是你妈 我猜你妈那意思 我说你妈那意思 我写的 脏心眼的 我妈能那么想吗 她盼着我好 你看 饿了 饿了 你 您给她弄点吃的去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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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思吗 不是 那条 那赖唧唧走 什么意思 我没 没 我说今天得接着写 问怎么回事 我没看见 没听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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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你怎么不跑啊 让着我 我 我用你让着吗 你这是看不起我 你知道吗 你看不起我 疼不疼 说 我疼 我也不疼 你调厂部这事真的假的呀 真的 这事还有假 那工长知道吗 我跟副工长打过招呼了 对吧 你上厂部能干吗呀 我去当打字员啊 你认识几个字啊当打字员 我有打字员证 你这打字员证怎么弄来的 我凭我自己真本是考的呀 你不知道事多了 韩师傅 您是我调厂部 您这么积极 是羡慕还是忌妒啊 你们们 菲菲 我这次啊就是告辞了啊 以后啊你们有什么事 都来厂部找我 我肯定帮你们 行 对了 对了 我这些东西啊 都没什么用了 我这样分给大家 多吃点啊 谢谢啊 这个贴我拿给你 没喝多少 怕黑的怕黑的拿着啊 这个 祝你越来越漂亮 这什么 小梁 这送给你 再拿 这给你好好干活啊 菲菲 那 那个这帽子 就给你留个纪念 我用不着 然后这个暖瓶吧 就给我留个纪念 我想你的时候 我就我就喝点热水 行 都没事 以后啊好东西多的是 菲菲 你这次去那边做啥呀 我啊 我给领导当秘书去了 这么好啊 菲菲 行了 不是打字吗 什么打字圆 你会会说话 那个在草坞里都一回事 都一回事 不知道 小姐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咱 咱 咱 谁 谁惹胡奶奶这事 沈飞飞调走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全都奔厂铺高真去了 没人给我干活了 心都散了 你要我一关哪私令 我怎么干 机器停了 我没批啊 姚丽给她批的 她批了不算 这咱警长 车停着呢 打起来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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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丽 沈飞飞调走 听说你批了 啊 你有什么权你批啊 我副工厂呢 他那天找我 我就顺顺伟的签了 姚丽啊 这个人事问题啊 我给你把手负责 你懂吗 唐大工厂 你这也太专制了吧 不就是签个字吗 你至于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吗 你以为你谁呀 用正啊 别说他没用的 什么用正 什么专制啊 这是组织原则 人事问题 必须一把手排摆 我就签了 怎么着 那我就让你签了也白签 那咱们就走着看 你站着 什么呀 张张张 你拿的什么呀 没什么 没什么呀 你干嘛冒屁股呀 唐工厂 你你 我摸了 你 你是老虎啊 你摸不得 这交给我了 工厂 您干嘛呀 你调走这事 我同意了吗 要工厂签字了都 副工厂 没有我的签字 任何人都调不走 不是 你拿这张纸有什么用啊 这白纸黑字对你没用 唐工厂 你还我 你还 那不行 你还我 行 我还你行不行 谢谢工厂 但不是现在 唐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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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没完 咱们走着瞧 阿景 给我 给我 这边给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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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 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 跟你说什么呀 我跟你没完 我就想看看 她怎么没完 我说唐工厂啊 你这么大人了 跟她一般见识干嘛呀 有这么句话吗 君子不语小人斗 这君子我还不当了 我还非要斗多不可 你说跟她斗直吗 她是不倒翁顶坛子 就不是稳当孩 在你这晃来晃去的 早晚晃出事来 对了 我亲自让她走 完全是为了你 这叫吊虎雷山计嘛 这虎都不在了 那还叫山吗 阿景啊 跟你说实话吧 我不欠字 人照样走 人家是有背景的 你告诉沈飞飞 还有她的背景 没有我的牵字 她永远走不了 她是我的工人 我是她的工长 别哭了 你跟她犯得着吗 不是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叫好男不跟 不是 她说这人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哪 我不跟你欠了字了吧 你就尽管包到去 可我吊涵还在她那儿呢 她不让我拿 没事 没事 你就说啊 领导都同意了 吊涵丢了 你就去包到去 好不好 她老师跟我过去 她叫我不行 行行行行行行 你啊 小点声 回头我去拼了 好不好 走走走 但是你又得 好好骂了她 等等 等会儿 把眼泪擦擦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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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擦眼泪 行了 别生气了 知道吗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可这世界上 没那么多公平的事 咱该低头就得低头 你就说杨赛南吧 人家可是有正经八百的计算机证 可这张打资源的就是沈贝贝 我说赛南心里怎么想 不也得接受吗 你刚才说 要赛南是什么 赛南有正经学校考出来的计算机证 你赶紧让她找出来 明天一早就给我送来 你干嘛去啊 我去找我的背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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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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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不是 坐 坐 我占习惯 坐坐坐 喝茶 我不喝 喝茶 你叫唐喜 开会大王 那个 一点没趣的事啊 到了你这儿一开会 就形象生动 能把那个出病开成出嫁 是吗 你说吧 你找我 什么事啊 江先生 我随便问个问题啊 比如说啊 唐僧去西天取经 您是 需要那个 有开拓精神 有专业技能的孙悟空呢 还是需要那个 好吃懒做身无一技的猪八戒呢 我要是唐僧 我一定选那个 齐天大胜孙悟空 那么咱们厂 厂部啊 要进个打字缘 也是二选一 一个是呢 中专生 专业就学了计算机 而且啊 屡次劳动比赛获过奖 另外一个呢 初中手 经常迟到早退 无故旷空 是吧 不知道哪儿用钱 买了个证书 你说这俩您选谁啊 那我当然是选前者了 但咱们厂部 选的是后者 选的是女八戒 有这事 不信您问问啊 可是你是来告状了 我就是男人版的杨三姐 遇到冤屈了 跟您这青天大佬呀 请您做主 行 我这就生汤 你怎么还不走 我等着接压你吧 走吧 回来 这个 亏你了 不是我不要 小涛 哎 你帮我查一下这个 厂办要调一个打字员的事情 听说 啊 知道是吧 行 一会儿跟我汇报 啊 我就是开了一天汇了 我当今那种饭都没吃了 我知道姐夫 您得理解我们 您说这点什么事啊 那咱签也花了 对啊 这也行了 到现在什么事都没了 对啊 我现在我回不去了您知道吗 其实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俩先干干嘛干嘛去 不是不是今天您走哪儿 我得跟你弄哪儿去 对我们都跟您走哪儿 不是你们俩去 我我我我得吃点东西 那什么你给我来碗馄饨 那我也要了 来来三碗三碗 我这又不要香菜啊 那几个包子 我不吃了 姐夫 快走啊 姐夫 我 我跟你们俩说啊 你们俩这事我肯定给你们办 行不行 那谢谢姐夫 干干嘛干嘛去 不行 什么时候办啊 你给准日子行不行 你不能这么逼我呀 对不对 不是我姐都答应我了 要不然是让我爸再找您聊聊